這個卓越中心是深圳花市的福田分會場 福田區不是每年都有花市的 今年福田區還有另外兩個分會場 分別是森葉上城和香脈湖的四季花局 而這個福田主會場卓越中心的交通可以說真的非常方便 從福田口岸搭地鐵10號線 只需要2到3個站就可以直到 如果你從江夏北站出來的話 就可以順便參觀全中國最大的單體地鐵書樓深圳之岩 交通來說可以說比愛國路花市要方便得多 雖然我前兩天才逛了愛國路花市 但是來都來了 就看看這兩個花市有什麼不同 最值得的感覺這邊人真的少很多 即是如果你是享受型的 和家人朋友在逛街拍照 然後在桌遊中心吃個晚飯 那這邊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愛國路那邊真的是人山人海 就很有過年襯虛走花街的感覺 連買東西吃都要靠搶的 我走了一會發現這邊真的叫花市 因為近乎清一色都是賣花的 那也是外國路那邊附近幾乎什麼都沒有 所以花市就內設美食區 而這邊周圍全都大型的購物店和食市 不算出去中心在內 這附近還有黃庭廣場 就是Intown Coco Park 中心城 購物公園等等 你買完花 慢慢選一間心儀的餐廳吃飯都不遲 因為這邊的餐廳實在太多了 那也是的 畢竟我們現在身處的是福田CPT地段的中心位置 周圍的寫字樓 每年貢獻的稅收都是億億 一幢樓就相當於內地一個小城市的全年稅收 但是有一樣東西我真的要踩一下 就是外國路花市的設計真的有點low 這邊無論是花匯的搭配和設計 又或者是公仔和飾品的選擇上 比起羅哥哥哥我個人認為更加有創意 最值得的感覺是兩個放在一起的時候 不可言傳 只可以意會 在這邊你可以很重溶地買冰糖葫蘆 看看老闆冷到騰騰鎮 在外國路那邊你們搶了 真的吃西北風 咦?Ole Supermarket在擺攤賣水果 有個大叔穿著功服在吃煙 他看到我拍片怕影響不好 所以走到旁邊上花 不過這邊的花匯的確是可圈可點 我們廣東人有個說話 叫做不走花街就不當過年 就算你不買都要過來看看 感受一下節日的氣氛 又或者是欣賞這些不停播放的盈春歌曲 這邊都好丹本 整個舞台在中間 每一角時間段都要表演演出 可能他都知道這裡有些冷清 想去教一下氣氛 這個卓越中心是福田CPD最新的索屏幕 那以前這裡是什麼地方? 江夏村的一部分 而左邊這些高層住宅 就是賠給村民的回村房 而這個花市所擺放的位置 我們叫中央大街 傳說中江夏村誕生了很多億萬富翁 實際的數字有多少我不知道 但他賣的價錢我是知道的 一邊猜江夏城要多少錢 一邊欣賞這個網紅的華為戶外大屏 江夏城的政府指導價是13萬元的平方 我發人不太喜歡講錢 講錢相感情 一邊心流淚 一邊走卓越中心的北區 這個北區也是花市的一部分 看到這個賣氣球的 就覺得自己瞬間反怒還同感 我喜歡左邊那個妹妹仔 有性格買霸王龍 以後肯定是大公司的領導層 而右邊這位姊姊仔 就選了比較傳統的笑笑花 那就希望你可以由頭笑到年尾了 沒想到在花市可以見到一間真正的花店 這個聽聲有點奇怪 而花店的中間有一隻很顯眼的大力招財貓 是深圳的一位九零學設計師徐振邦的作品 還紅到去越南 啊 差點忘了說 越南今年不是兔年 而是貓年 終於看到有一間不是賣花的檔 看了很久才知道原來是華為的禮品店 哇 那個美女側頭那一刻 動窩 旁邊這一間就是傳統藝術品 琴棋書畫對聯春貼 還有木丁連畫 其實可以簡單去理解是版畫的一種 剛才哪條牟尼在那裡唱卡拉OK啊 這麼難聽的 聽她唱歌就不如上花了 北區這一邊的花更不美 走到這裏 整個中央大街的花市 我算是走了一圈了 這邊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可以很隨心所入的上花和拍照 就算你走到一半覺得悶 還可以進去行商場 不好的點就是 節日的氣氛不是很濃 有點冷清 而外國路花市就正好相反 過年的氣氛就很好 但走起來就有點累 整個設計和設施跟這邊完全沒有得比 那邊的人瘋得好像適合放鑑 除了買花之外 買什麼都是搶 兩種花市就很容易取捨 軟勁分明 我自己如果去福田的shopping mall 逛街 基本上就只會來卓越中心和黃庭廣場 這兩個地方我認為 逛得最舒服 還有最多食物 那就是時候下去逛逛了 見到一輛009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見到一輛007 這個牌子在大陸都很有名 叫領克 我們可以看看左邊的跑車 可以說是平民波子 好 今年花市的這個剪板設計 我個人就很喜歡 好像上一年的K11的設計系列 慢慢欣賞一下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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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